好的 謝謝桃明的報導 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進入到第二週 加拿大政府正在對俄羅斯採取重大的經濟制裁 以阻止衝突進一步升級 我們聯繫本台駐加拿大記者李威 為我們做一個詳細介紹 好的 最新的消息是 週四晚上總理特魯多對最新發生的 俄羅斯襲擊烏克蘭的一座大型核電站 發出了強烈的譴責 他表示俄羅斯這些攻擊是不可接受的 必須立即停止 這次襲擊引發了一場大火 同時引發了國際社會 對受損核電站泄露問題的巨大擔憂 渥太華在週四還宣布了 取消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作為貿易夥伴的最惠國待遇 對他們出口到加拿大的商品 將徵收35%的關稅 聯邦政府正在對來自俄羅斯 兩家重要能源公司的 10名關鍵人物實施限制 還有包括加拿大 美國在內的7個國家已經退出了 在北極開發方面與俄羅斯建立的合作關係 來抗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同一天國防部長阿南多宣布 增加對烏克蘭的戰爭武器援助 包括輸送數千枚的火箭發射器和更多的手榴彈 以及援助100萬美元 用來投資高解析度衛星成像 與此同時加拿大還呼籲 暫停俄羅斯加入國際刑警組織 好的這是目前加拿大的情況 現在把鏡頭交還給演播室 成功在一起 谢谢大家